葵威15年重新开办的幼童军服务员募章基本训练 在10号起展开4天的活动 据悉县内幼童军有4个团体 然而因为没有开办幼童军服务员的训练 缺少县内幼童军服务员 使得幼童军活动无法大力推动 今年度起在教育处的推动下重新举办 期盼借此活络县内同军风气 提升孩子的品格力 身着黄色制服的同军伙伴 在团长的引导下进行活动体验 睽違15年后 台东县幼童军服务员募章基本训练活动 在教育处的推动下重新开办 据悉县内目前有4个幼童军团 因94年台东师院改制 幼童军服务员训练就此停办 县内三位幼童军服务员数量不足 幼童军活动因此受限 那但是幼童军国小阶段这个部分 因为台东师院后来改制为台东大学之后 其实他们就停办了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其实让我们台东的幼童军 其实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培育出适合的服务员 出来带领幼童军 那其实我们就在思考 其实我们好像很缺乏幼童军这块的服务员 那过了前两年我们的主任主训班 其实我们是以同军服务员的募章训练 募章基本训练来训练他们 其实会发现他们回到学校之后 因为他们带的是国小阶段的幼童军 但是学的是国中的童军 其实这样子的话 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教学环境互相搭配 今年度特别邀请到军医高中 童军团推手张震翰 台北市第69团全力支援训练课程 与会者由国中小主任除训班班员 学校教师及社会人士 共82人组成 有不少参与者是第一次接触童军 除了表示相当新鲜 也认为课程所学能融入到教学现场 那很多讲师他们有丰富的 带动了活动的方式 然后还有是他们在带活动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身为一个学员 他透过活动的方式先体验 体验完之后 讲师们再告诉我们说是 如何用哪些的技巧跟原理 那带着活动 我们就觉得说很受用 例如说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在这种活动 或者是甚至在学校的集会场合 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口令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默契养成 那配上他们的守规律 因为同军运动 有许许多多的自我学习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拼着荣誉的心 对自己做出承诺 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个slogan 说On my honor I will do my best 也就是说拼得我的荣誉 我将全力以赴 不管对自己对他人都一样 所以同军运动它有三个接触 最清楚的自我承诺就是 对上上负责 对他人负责 对机制负责 因为这样的信念 所以在同军这样的军逃之下 凭着对自己的承诺 和同军规律是我的约束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与会同军伙伴指出 尽管郭校没有同军课程 但能将活动技巧 及品格培养能力 带进教学现场 借此提升学统的品格力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好 好